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则精彩,迟则平庸。 理想的书是智慧的钥匙。 让我们利用这一智慧的钥匙,打开财富和幸运的大门。 分享经典书籍,探索人生哲学。 带您进入知识的海洋,攀登人生的顶峰。 五分钟改变一生,Suzi陪您阅读。 从天而降的叔叔。 一位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作家朋友,想出了这样一个过年的办法,开上新买的吉普车。 在后备箱里塞满装着铅笔的铅笔盒,还有一打一打的作业本,到贫困地区去转一趟。 他要在自己经过的沿途,把铅笔和本子发给路上遇到的穷苦孩子们。 一个月后他回来了。 谈起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他感慨细致。 我问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 他告诉我,他从小就经常幻想自己能遇到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叔叔,然而一直没有遇到过。 现在日子好过了,他推挤吉人,就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 自己希望得到什么,别人可能也希望得到什么,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前提。 还有什么,比一个孩子的希望更真实,更纯真呢? 在孩子幼小的心目中,一个从天而降,然后飘然而去的叔叔,难道不是天使的化身吗? 五分钟改变一生,Suzi陪您阅读。 你也能写一本书。 教育系本科班的学生要毕业了。 离校前夕,教授给同学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国外有一家出版公司要出一本超级畅销书。 为了让这本书一炮打响,他们请来策划专家出谋划策。 专家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出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你也能写一本书。 这本书除了封面非页之外,里面既不印字,也不印图,全是白纸。 凡是购书者只要把自己想写的书写在上面,然后寄回公司,公司将会派专人认真审阅,并从中选出几部最佳作品出版。 此举一出,举国轰动。 几十万册书很快销售一空,为公司赢得了丰厚的利润。 记者采访专家为什么会有这样出奇制胜的创意,专家微笑着说,只有不把书当书卖才能卖得比书更好。 那你把这本书当什么卖呢? 我把它当本子卖。 讲完故事,教授让大家葛书一件。 绝大多数同学都赞叹商务专家超凡脱俗的想象力,他出奇制胜的怪招令人不得不叹为观止。 只有一个大学生说出了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则关于教育的预言。 教师只有放下僵话的书本,变成一个能够让学生充分自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本子。 让学生自己去写,而不是强行灌输,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能担负起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教授汉手微笑。 这一课 从此成为大家大学时代最难忘的一堂课。教育系本科班的学生要毕业了。 离校前夕,教授给同学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外有一家出版公司要出一本超级畅销书。 为了让这本书一炮打响,他们请来策划专家出谋划策。 专家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出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你也能写一本书。 这本书除了封面非夜之外,里面既不印字,也不印图,全是白纸。 凡是购书者只要把自己想写的书写在上面,然后寄回公司,公司将会派专人认真审阅,并从中选出几部最佳作品出版。 此举一出,举国轰动。 几十万册书,很快销售一空,为公司赢得了丰厚的利润。 记者采访专家为什么会有这样出奇制胜的创意,专家微笑着说,只有不把书当书卖才能卖得比书更好。 那你把这本书当什么卖呢? 我把它当本子卖。 讲完故事,教授让大家葛书一件。 绝大多数同学都赞叹商务专家超凡脱俗的想象力,他出奇制胜的怪招令人不得不叹为观止。 只有一个大学生说出了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则关于教育的预言。 教师只有放下僵话的书本,变成一个能够让学生充分自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本子。 让学生自己去写,而不是强行灌输,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能担负起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教授汉手微笑。 这一刻,从此成为大家大学时代最难忘的一堂课。 五分钟改变一生,苏西陪您阅读。 一张纸条。 从前有个非常残暴的国王,由于他的王后被一位外国来的博士拐走了,他从此非常仇恨有知识的人,时间一长,他连知识也恨之入骨。 这一天,他颁布了一项命令,收缴全国的所有书籍,谁敢私藏半章纸,一律格杀勿论。 那些从全国各地收缴来的书籍被集中在首都最大的广场上当众销毁。 望着熊熊烈焰冲天而起,那如山的珍贵典籍葬身火海,人们无比痛心。 然而涉于暴君的淫威,他们敢怒不敢言。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才完全熄灭。 一名负责清理灰烬的士兵发现里面有半张纸还没完全烧坏。 趁大家不注意,他把这半张纸偷偷藏在口袋里。 回到家,他都不敢把它拿出来,直到夜里,他才悄悄到院子里,把那半张纸拿出来。 借着朦胧的月光,他仔细看了起来,他看到上面有一行模模糊糊的字。 可惜他不识字,根本不知道这行字是什么意思。 直到那个残暴的国王死后,他才得以拿出那张纸条请教别人。 那行字平淡无奇,却让他终身受益。 那行字是,一切靠自己。 五分钟改变一生,Suzi陪您阅读。 伟大的教育方法。 记者去采访一位曾经教出无数杰出人物的老师。 我是这样理解您的成功秘诀的,您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而您恰好, 又遇上了那么多伟大的学生。 所以,您才拥有了今天的辉煌。 记者以这番功为话作为开场白。 你说错了,这位老师打断了他的话,世界上没有伟大的老师,也没有伟大的学生。 只有伟大的教育方法。 伟大的教育方法,记者大惑不解。 这种伟大的教育方法就是激励,激励,再激励,永远激励,老师说道。 五分钟改变一生,苏西陪您阅读。 扫去身上的雪花。 偶然之间听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地里干活,突然童云密布,北风大作。 不一会儿功夫,额毛大雪就纷纷扬扬从天上落了下来。 他急急忙忙往家里赶。 在雪地里,急走了半个小时,他才回到家里。 未进家门,他就听见里面传出了孩子的哭声。 他急忙进屋,走到坑前,听见母亲的脚步,孩子向他怀里扑了过来。 但是,这位母亲并没有把他抱在怀里,而是拿起了扫炕的条肘。 故事结束了,他拿起条肘并不是要打孩子,而是要扫掉自己身上厚厚的雪花。 他怕孩子从他身上感觉到哪怕一点点寒冷。 我们以为母爱神圣,母爱伟大,以母爱的名义,我们就可以随便去爱孩子了。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由于不合格的母亲,不合格的爱,有多少孩子成了母爱的牺牲品。 在爱孩子之前,最好还是先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是不是带着冰冷的雪花。 五分钟改变一生,Susie陪您阅读。 自己与别人。 村里住着一个农夫,他的名字叫做自己。 自己有个邻居,名叫别人。 自己矮小,别人高大,自己贫穷,别人富有,自己低贱,别人高贵。 这两个邻居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自己有事的时候,总喜欢去找别人。 别人不好意思拒绝,只得帮他。 忙是帮了,但别人并不心甘情愿,他为什么老喜欢给我添麻烦。 久而久之,别人心里的怨言就表现了出来。 当自己求助的时候,别人不是推辞就是应付,偶尔帮一次忙,最后却总是事与愿违,他给自己帮了倒忙。 与此相反,别人对自己不想让他插手的事情倒是非常热心,简直达到了乐此不疲的程度。 自己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想种什么装甲,想讨什么样的老婆,想盖多大面积的房子,别人都喜欢指手画脚。 不仅如此,别人还喜欢在村子里发布对自己看法。 自己有针尖大的小事,都会让别人搞得满城风雨。 开始,自己还默默忍受,但是时间一长,他就忍无可忍了。 他决定去法院起诉,让法官给他们断这份官司。 自己指控别人干涉他人的私事,别人指控自己给别人增添麻烦。 自己和别人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听了原被告双方的详细陈述后,法官做了如此判决。 把自己和别人各打50大版判决书上还有如下条文,从此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绝对不要求别人,别人对自己的生活,该关心的一定要关心,不该关心的绝对不要关心,更不能横加干涉。 从此后,自己和别人相安无事。 五分钟改变一生,Susie陪您阅读。 为孩子鼓掌。 我硬邀参加一所小学举行的六一儿童节汇报演出。 孩子们的演出非常精彩,不断博得观众们的振振掌声。 正当我使劲拍手的时候,旁边一位热泪盈眶的男子碰了碰我的胳膊, 对不起,请帮个忙。 我疑惑地回头看了看他。 你能在鼓起瞎掌吗? 我更加奇怪,他自己就不能鼓掌吗? 那人伸出手来,今天演出的孩子中有一个是我的儿子, 我想为他鼓掌,可惜我只有一只手,无法为他鼓掌。 我半天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不禁为这份诚挚的父爱所感动。 我使出平生最大的力量来给这位父亲帮忙。 我连续鼓掌三分钟。 台上的那个男孩向这个方向看着,我想,他一定听到了, 最响亮的掌声是从他父亲所在的这个方向发出的。 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父亲都能想方设法为孩子鼓掌, 想方设法赞美和激励自己的孩子。 那么作为正常人的我们,又怎能不加倍地为孩子鼓掌呢? 五分钟改变一生,Susie陪您阅读。 别开生面的班会。 新学年的第一次班会上, 新来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做游戏。 他给每个孩子发了张纸条, 他让大家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把这些写着孩子们名字的纸条收上来后, 他又一次发纸条。 这一次,他让孩子们写下一些形容人优点的包一词, 诸如美丽、健康、聪明、善良之类。 同时,老师也没忘记让孩子们在这些形容词前面加上 非常、特别之类的副词。 现在,他让孩子们挨个上到讲台上来, 从他手里那一摞写有大家名字的纸条里随意抽, 然后跟抽出的名字组合成一个句子, 当着大家的面大声朗读出来。 于是,所有的孩子们都听到了这样令人鼓舞的句子, 张伟非常聪明。 李梅特别善良。 宋艳十分可爱。 刘凡非常勤奋。 张亮很勇敢。 无一例外, 所有的孩子都听到了一句从未听过的大声赞美。 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这一天比过节还要幸福。 班主任说, 以后咱们的班会都这样开。 像失了魔法一般, 孩子们马上表现出了以前未曾表现出的优点, 懒惰得变勤奋了, 笨拙得变聪明了, 懦弱得变勇敢了。 在下周来临之前, 孩子们天天都盼望着开班会, 班会成了孩子们最喜欢上的一堂课。 有减到难, 有浅入深, 这样的班会坚持了整整三年。 最后结果可想而知, 所有的孩子听到了所有的赞美, 所有的孩子学会了所有的报义词, 并把它们用在所有的同学身上, 所有的孩子都培养出了所有的优点。 孩子其实只是一张白纸, 你想用它造出什么样的句子, 它就会按照你所造的句子提示的方向去发展。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多用些报义词, 多造一些积极向上, 健康美好的句子呢?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zi陪您阅读。 名师无高徒。 人们都说名师出高徒, 我读不以为然。 纵观历史, 各行各业的名师车在斗梁, 按说, 他们应该逃离满天下的, 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名师的高徒凤毛麟角。 名师成为名师, 往往不是靠名师的指点, 而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 他一定遇到过许多自治平平, 甚至谬误辈出的老师。 他心里一定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 支撑着自己, 我将一定能超过他。 老师的平庸, 甚至谬误, 未能压抑他, 泯灭他, 相反却磨砺了他, 靠着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 他才走向了后来, 成为一代名师。 可惜的是, 这样优秀的学生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学没有这样的信念, 他们只能被平庸甚至错误的老师, 引合一条平庸和错误的道路上去。 而作为名师的学生, 虽然不会像庸师的学生那样受到压抑而变得过分平庸, 但也很难像名师小时候那样, 怀着一个我一定能超过他的信念, 因为他们的老师太博大精深, 太尽善尽美了, 没有多少才学和道德上的破绽, 供他们去抓, 也没有为他们展示一个多么光辉灿烂未来。 名师的炫目光环使这些学生不得不闭上眼睛, 不敢正视老师。 名师只教给他们死的知识和道德, 却没有教给他们活的知识和道德。 于是, 这些幸运的学生们也就被无意中剥夺了获得更大成功的可能性, 他们因寻守旧, 亦步亦趋, 不敢越雷池一步。 对于老师, 他们学习的再多, 模仿的再相, 充其量也只是老师的复制品而已。 更有甚者, 他们会比拥师的学生更大程度地继承老师的谬误而不敢批判和超越。 名师无高徒, 不是名师能力不足, 也不是学生努力不够, 而是老师没有鼓励学生超过老师的报复, 没有教给学生超过老师的方法。 而一个不能鼓励学生超过老师的老师, 不算一个真正合格的老师, 那些所谓名师, 大都图有其名而已, 他们只能成就自己, 却不能成就学生。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蠢才与天才。 一位骑自行车周游八万公里的旅行家, 回忆最早学自行车的情景时, 仍然感慨万千。 他从小胆子小, 自信心不足。 哥哥帮他学了几个月自行车, 他都学不会。 刚刚把他扶上去, 他就马上从车子上掉下来, 车子也重重地倒在一旁。 哥哥气得破口大骂, 天下第一蠢才。 学车受挫的事情, 还影响到了他原对其他知识的学习, 原本优异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担心。 父母也觉得奇怪, 这么聪明的孩子, 怎么就学不会骑自行车呢? 如果不是一位好心的老师, 我说不上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旅行家对我说, 那是他初中时的一位老师, 那是他平生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一个偶然的机会, 老师骑自行车带着少年旅行家到野外去春游。 休息的时候, 他非常柔和地说, 你上去吧, 有我扶着呢, 你在许多方面都是天才, 骑车上当然也是。 他的语调和声音使那个少年恢复了信心。 他听话地跨到了车上。 老师一直在后面扶着, 少年越蹬越快, 看他骑得越来越稳, 老师悄悄松开了手。 突然, 少年一回头, 发现老师早已松手, 车子一下子到了, 少年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但他不像过去那样垂头丧气, 而是大笑着把车子扶了起来。 骑车就是这样简单, 老师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简单, 因为你是天才, 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 旅行家最后总结道, 尽管我不是天才, 但是能在十来岁的时候遇上一个称我为天才的老师, 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我走遍了整个中国, 见过许多孩子, 但像我这样幸运的孩子少之又少。 他们经常被蠢才骂为蠢才, 于是他们就真的被蠢才变成了蠢才。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一顿饭来之不易。 某中学的毕业仪式上, 校长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 把所有的学生集中到操场上去, 让大家跑步, 最早到达终点的人可以得到一份丰厚的神秘奖品。 为了得到奖品, 大家都不遗余力, 争先恐后。 经过激烈的竞争, 所有人都到达了终点, 冠军也从中间产生了一个高大鹦鹉的男孩。 累得气喘吁吁的男孩找到校长去领奖品。 让他颇感意外的是, 校长给了他一个盒饭。 男孩非常不满。 校长说, 我们举行这次比赛, 只是想让大家记住一个朴素的真理, 一顿饭来之不易。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读书? 有个年轻人非常顽劣, 不爱读书, 无论父亲怎么样告诫他, 他都硬是不听。 父亲越让他读书, 他就越是不读。 眼看儿子一日日长大, 却仍然不学无术, 父亲心忧如焚。 临死以前, 他仍然念念不忘, 让儿子一定不要辜负他的期望。 可惜儿子很快把父亲的遗嘱全都泡住脑后。 失去了约束的他, 更是有手好闲, 不务正业。 没多久, 父亲留下的家产, 就被他挥霍了个一干二净, 只有那些书留了下来。 面对这些遗产, 想起父亲的教导, 他不由痛哭失声。 自此后, 他喜心革面, 发愤读书。 长这么大, 他从没有这么专注地做过一件事。 每读几页, 他就能从里面发现一张银票。 他猜, 也许这是父亲平时夹在里面当书签的吧。 他不以为意, 接着往下读。 等他把那半屋子书都读完时, 从中间找到的银票, 竟有千两之多。 直到这时, 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知识就是财富。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模特。 一个孩子第一次到商场买东西, 看见一个阿姨十分美丽, 他就上去说话。 但那阿姨没理他。 旁边的大人告诉他, 那是模特, 不是阿姨。 孩子转变商场, 看见到处都是衣服光鲜面无生机的女人, 他以为那都是模特, 于是他空着手回来了。 人们都说那孩子傻, 分不清真假。 我却说, 大人们不应该给孩子一个真假难辨的世界。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心脏移植。 有一个年轻人因病住进了医院。 经医生检查, 他的心脏已经彻底不能工作了, 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正好有一位老人刚刚去世, 临终前他发了善心, 要把自己的心脏捐献出来。 这个年轻人幸运地被救活了。 年轻人虽然起死回生, 但他总是感觉现在的心脏就是不如以前的心脏有力。 当人们夸他你真年轻的时候, 他总是苦笑一下, 你不知我的心有多老。 自然, 这个年轻人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假如没有那位老人的心脏, 他将无法重返人间。 但是, 发人深省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 更多年轻人明明有着他们自己年轻健康, 朝气蓬勃的心, 却硬是被那些好事者切掉, 移植上一颗老人的心。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星星枕头。 秋天, 一个小女孩在林间漫步。 她把被风吹落在地的红叶捡起来, 装进一个精致的竹篮里面。 眼睛形的红叶, 手掌形的红叶, 星形的红叶, 装了满满一竹篮。 捡这些落叶干什么? 我好奇地问她。 装枕头呀。 她兴奋地回答。 多么美丽, 一个装满红叶的枕头。 我赞美道。 不, 是装满星星的枕头。 小女孩昂起头, 认真地纠正了我作为一个成人的错误。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死于爱的花。 有一个人养了一盆花, 她天天为它浇水, 似乎不这样做, 就无法表达自己对花的爱。 但是没过三天, 原本鲜艳欲滴的花就粘了。 又是两天过去, 花竟然死了。 她把花盆倒掉, 发现里面的根全部被泡烂了。 太多的关心反而使她丧失了生命, 那个人悲伤地想。 我认为, 那个养花者还是幸运的, 花死了, 还可以再买一盆。 假如用这样的方法去爱一个孩子, 那么她所有的错误就都没有改正的机会了。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可敬的第四名, 这是一次残酷的长跑角逐。 参赛的有几十个人, 他们都是从各路高手中选拔出来的。 然而最后得奖的名额只有三个人, 所以竞争格外激烈。 一个选手以一步之差落在了后面, 成为第四名。 他受到的责难远比那些成绩更差的选手多。 真是功亏一篑, 跑成这个样子, 跟倒数第一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众人的看法。 这个选手若无其事地说, 虽然没有得奖, 但是在所有没得到名次的选手中, 我名列第一。 对于人们不负责任的嘲笑, 我不想理论, 因为势力者的偏见根本不值一搏。 但是对这个谈笑自若的选手, 我却充满了由衷的敬意, 他这种幽默达观的心态, 远比名次和奖品更为珍贵。 赛场之内, 他不是等闲之辈, 赛场之外, 他更具竞争力, 赢得起, 也输得起。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金笔 教书育人三十多年了, 他早已是逃离满天下。 多年来, 他最大的愿望能就是拥有一支金笔, 一支真正的金笔。 有一天, 邮递员送来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打开一看, 是他梦寐以求了多年的金笔。 笔盒里还有一张发票, 上面写着这支金笔的价格, 他非常昂贵, 价格是普通钢笔的一百多倍, 相当于他整整一个月的薪水。 原来, 这是多年前的一位学生从上海寄来的。 他如获至宝, 他迫不及待地想吸上墨水, 到书桌边龙飞凤舞一番。 但是他努力半天, 怎么也无法把鼻管拧下来。 他越是使劲, 鼻管越紧。 无奈之下, 他从城东跑到城西唯一的钢笔修理部去, 请修笔的师傅帮忙。 修笔师傅几下子就把鼻管拧了下来。 老师不明揪理。 修笔师傅说, 这支金笔跟普通钢笔不同, 里面的螺丝的方向跟普通螺丝是相反的。 普通的钢笔要顺时针拧, 金笔的逆时针才能拧开。 老师恍然大悟。 他用这支金笔写下了一篇金笔的联想。 越是名贵的金笔。 它的内部构造就越是有别于普通钢笔, 人不也是一样吗? 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学生更是如此。 由于天才学生和普通学生的心理特点不尽相同, 教育普通学生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天才学生。 聪明的老师应该针对他们不同的心理特点因才施教, 不能简单处理。 他又想起了许多往事。 教书多年以来, 班上总是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怪学生, 当时他无法理解他们, 整天老师批评他们。 现在他才完全明白, 那些怪学生也像一枝枝与众不同的金笔吗? 只因为他当年千篇一律地处理, 他们未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他能够再一次那些学生认识, 他一定会换一种态度, 换一种思维, 换一种方法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大爱。 为了让阿诚得到更好的深造机会, 父母辗转托人把他送到了县城中学。 在县城中学, 阿诚在班上交了一个好朋友阿远。 阿远虽然来自县城, 但是对他非常热情。 每当他遇到困难, 阿远总是无私地帮助他。 这天, 给他们带语文课的郑老师病重住院了, 他将在病床上度过他的五十岁生日。 郑老师是为了我们累病的, 咱们给老师买一个生日蛋糕, 去医院看看老师吧, 阿远建议。 阿诚虽然心里同意, 但是他久久无法回答他的好朋友, 因为一个蛋糕需要一百多元, 而他一个学期的生活费还不到一百元。 为了让他上学, 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 家里现在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但是到了约定时间, 阿远还是把蛋糕买来了。 阿诚一看见蛋糕, 眉头就皱了起来, 两个人一起去看老师, 一个带着礼物, 一个两手空空, 这不是诚心出我的丑吗? 但是, 阿远似乎什么也没注意到, 还是拉着他去了医院。 无奈之下, 他只得跟了去。 当郑老师打开那盒蛋糕时, 阿诚惊得目瞪口呆。 蛋糕上面写着祝福语, 下面是落款, 只是一切跟他想象的完全相反, 他的名字写在前面, 而阿远的名字写在后面。 一时之间, 他又是感动又是惭愧。 把爱给予一个人那只是小爱, 把爱的机会和能力给予别人, 那才是大爱。 但愿在成长的道路上, 孩子们不仅源源不断地得到小爱, 也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大爱。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木头 课堂上, 老师这样对大家讲, 我们坐的椅子是木头做的, 我们睡的床是木头做的, 我们屋子里摆的根雕是木头做的, 我们用的铅笔是木头做的, 我们用的纸是木头做的, 我们乘的船是木头做的, 我们烧的柴也是木头, 这说明什么道理? 说明木头非常有用。 一个男孩站起来抢着发言。 说明人非常聪明, 能用木头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一个女孩怯生生地回答道, 老师先为地点头微笑。 同样是木头, 在不同的人手里, 就会做成不同的样子, 发挥不同的用途。 对于木头如此, 对待孩子, 更要如此。 这样想着的时候, 老师觉得自己的职业很神圣, 也很危险, 一不小心。 就会把高级木料当柴一样烧掉。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孩子和冬泳者。 清早, 孩子背着书包从河边经过的时候, 被一个冬泳者拦住了。 孩子, 下河里来试试吧。 谢谢, 水太冷了。 一点也不冷, 你何必那么娇气。 试试吧。 我就是怕冷。 怕冷就更需要冬泳了, 你会慢慢适应的, 适应以后, 你三天不由一次, 还真不习惯呢。 冬泳其实不仅仅是一种体育锻炼, 它还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初次接触水面, 你觉得冷, 那都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为负心词强说愁, 但是, 当你挺过忍耐的极限, 慢慢适应以后, 你会觉得寒冷变成了温暖的抚摸。 寒冷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 就像你经历过痛苦的极限以后, 会把痛苦当成最大的乐趣, 当成最大的享受。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我还忙着呢, 请你珍惜我的时间, 别耽误我的正事。 东勇中蕴含着的人生哲理, 你一辈子受用不尽。 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 你干嘛那么热衷于拉别人下水。 孩子失去了耐心, 他丢下这句话, 扬长而去。 真是不知好歹, 望着孩子的背影, 东勇者恨恨地骂了一句。 面对多如牛毛的人生导师, 我们都应该像这个孩子一样, 不知好歹, 扬长而去。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sie陪您阅读。 妇人的别墅 有个妇人盖了一座豪华别墅。 然而别墅里的孩子却度日如年。 由于他十分好动, 不论多结实的玩具到他手里, 不超过三天准会散架。 怕他损坏玩具, 父母经常把玩具放到高处, 不让他玩。 然而, 玩是孩子的天性, 虽然够着不着玩具, 但他的眼睛还是盯着高处发呆。 寂寞中的孩子无事可做, 又没有同伴, 只好每天趴在窗口。 这窗外的孩子, 一切发呆。 有一天, 一只蝴蝶从树丛中向窗口飞来, 孩子看得出神, 于是打开窗户爬了出去, 他想把那只蝴蝶捉住。 一不留神, 他从十一米的高空掉了下去, 摔死了。 悲伤中的妇人向亲戚诉说, 亲戚说, 你的家虽然豪华, 但是非常不实用, 该高的地方不高, 该低的地方不低, 如果你把玩具放在低处, 如果你把窗户修得高一些, 或者坐上护栏, 这个悲剧就可以避免了。 对于孩子, 我们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该高的地方不高, 该低的地方不低。 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难道不像这座表面豪华, 却毫无实用性和安全感的别墅吗? 以旺子成龙的名义, 我们剥夺了他们最低限度的快乐, 却又让他们从不切实际的理想高处摔了下来。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真诚地赞美自己。 五周年庆典, 公司举行了一个酒会, 全体员工都到会了。 借着酒性, 大家向老板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一天那么清闲, 却能当老板挣大钱, 而我们一整天辛辛苦苦, 却只能给你打工, 挣一些小钱。 那是因为我善于赞美, 我天天赞美, 老板说。 员工们不解, 因为他们也是天天赞美老板的。 老板笑道, 我的赞美跟你们的赞美截然不同, 你们天天为心地赞美别人, 而我, 天天真诚地赞美自己。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批评与手术。 医科大学有位逃离满天下的教授, 他不仅医术好, 医德高, 而且还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典范。 他最受学生欢迎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对学生特别和蔼可亲。 对于犯了错误的学生, 他从不当众批评。 同事们对他的看法跟学生们正好相反, 他们认为他仁爱有余, 但威严不足。 教授说, 批评别人, 就像给病人动手术, 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批评环境。 在恶劣的环境下批评人, 就像在恶劣的环境下, 做手术一样, 不仅会使病人的隐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更糟糕的是, 还会引起可怕的感染。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父亲的遗言。 父亲非常挑剔, 对于孩子们, 他老是以一种吹毛求疵的眼光去苛求。 孩子考不上一百分, 他都要责骂好几天。 但是他的责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孩子的成绩反而急剧下降。 久而久之, 对于学习和考试, 他们十分逆反, 总是有意无意地对抗着。 几年后, 原本聪明的孩子变得又笨又呆, 进入社会以后, 他们更是平平庸庸。 临终以前, 父亲老是纠缠于后悔之中。 面对自己今天一事无成的孩子, 他非常痛心, 整整一辈子, 对于孩子, 除了责骂和苛求以外, 他什么也没有说过。 既没有说过一声我爱你, 也没有说过一声你真棒。 他误以为, 像任何人说, 爱是一种软弱行为。 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 他才迷途知返。 他老是在叙叙叨叨地说, 我爱你, 你真棒。 虽然这样说的时候, 孩子早已被他多年的语言暴力所打倒, 无法翻身, 他的你真棒, 也只能是一种过时的愿望。 直到弥留的时刻, 他依然自言自语地重复着那两句话, 我爱你, 你真棒。 除了这两句话, 他什么遗言也没有留下。 靠着这样的遗言, 他自己得到了灵魂的安慰。 但是被他毁掉的孩子们, 他却无法安慰, 任他再说多少声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由于在长身体的关键阶段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 以至于现在再补多少孩子都无法吸收了。 非常普通, 非常容易出口的两句话, 这位父亲憋到临死以前才当成疑言说了出来, 真是可悲。 更可悲的是, 还有更多的父亲, 到死都没有对孩子说过这两句话。 连这样两句简单的话都没说过的父亲, 一定是世界上最贫穷, 最无能的父亲。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孩子教诲我们。 一位朋友生了个儿子。 儿子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原本不做家务的他, 突然无视自通地会做家务了。 而且做得非常好, 不论洗衣还是做饭, 他都干得井井有条。 平时说话粗声大气的他, 学会了柔声细语, 甚至走路都是轻手轻脚, 生怕睡着的宝宝受到一点惊吓。 他欢天喜地, 见人就不厌其烦地谈论他的儿子。 我对他说, 以后你要好好教他。 朋友说, 孩子还小, 我还没法教他。 不过, 在我教他之前, 他已经教会了我许多。 朋友的话让我久久回味。 其实在人生道路上, 学习是个无止境的过程, 我们既要向成人学习, 还要向孩子学习。 而向孩子学习, 往往比向成人学习更重要, 因为孩子的心是一片未被污染的净土, 它比我们更容易发现善与美, 他们的想象翅膀没有被剪掉。 更重要的是, 只有通过孩子, 我们才能找到丧失已久的爱的能力。 那么, 为什么不放弃我们成人的偏见, 敞开我们封闭的心扉, 好好向孩子们学习呢? 不论墙堡中熟睡的婴儿, 还是路边踢球的顽童, 都能带给我们无限启迪。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天国。 我认识一位小学老师, 她对任何一个学生, 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光对那些听话的好孩子, 即使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孩子, 她也极有耐性。 虽然对于他们的错误, 她也经常批评, 但是她批评的口气非常和蔼, 任何一句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话, 都不会从她嘴里说出来。 正因为此, 孩子们无比热爱她, 对她的批评心服口服。 我问她, 当孩子们调皮的时候, 你有没有过特别生气的时候? 她说, 当然有。 我又问她,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她说,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天国, 但是, 假如错误地对待她, 她就会变成一座地狱。 天国和地狱, 只有一步之遥, 只有一面之差。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遗忘的力量。 有两个教授, 一个深刻, 一个浅薄。 我们同事学者, 为什么二者之间的差距那么大? 要知道, 我的记忆力比你强得多。 浅薄的那一个问高深的那一个。 后者说, 不错, 你的记性是比我强, 不过, 你的妄性不如我强。 只要运用德法, 妄性甚至也会成为一个优点, 一笔资源呢。 是的, 只有善于遗忘的人 才善于记忆最有价值的东西, 她不会背着太多的包袱前进, 她会让自己的心灵轻装上阵。 对于知识如此, 对于成绩如此, 对于感情如此, 对于曾经拥有过的, 一切都应该如此。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别挡孩子的视线。 父亲一直对儿子耿耿于怀。 这实在是一个笨得出奇的儿子。 他不能独立完成作业, 不能自己洗脸洗衣服。 离学校只有几步路, 但是他上下学还要人接人送, 去迟了他就大发脾气。 父亲小时候, 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良好的教育, 却可以自制玩具, 到处找课外书看。 儿子呢, 有许多根本不看的课外书, 许多根本不摸的玩具。 生活和教育条件这样好, 可他却平庸地出奇, 他竟连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不知道。 现在的孩子, 视野真是狭窄, 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这位父亲向我抱怨道, 不是孩子视野狭窄, 而是你的背影过于高大, 挡住了孩子的视线。 我说, 优秀的父亲不是那些面面俱到的父亲, 而是那些可以把自立能力和自立意识 交给孩子的父亲。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劝酒者 在社交场合, 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乐此不疲的劝酒者。 你说你不会喝酒, 他会说熟能生巧, 凡事都要认真学习。 你说, 你身体不好。 他说, 酒能包治百病。 你说, 你怕酒精的气味。 他说, 连酒都不敢喝, 还怎么迎接命运的挑战。 你说你累了, 他说酒是兴奋剂, 可以让你倦意全无, 恢复精力。 软磨硬套, 轮番轰炸, 不达目的不罢休。 有时候, 同桌的人还会为了劝酒动粗, 不是恶言相向, 就是拳脚相加。 听一位朋友说, 在他们老家还有这样的习俗, 假如你不喝酒, 劝酒的人甚至会给你跪下。 表面看似善意, 实际上是强迫, 形形色色的劝酒者确实令人头疼。 然而跟这种人狭路相逢的时候, 我不仅不会愤怒, 相反还会心存感激, 因为他们强迫我接受的只是一杯酒, 而不是一种思想观念, 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人生选择。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温暖的手 在孩子们上学的路上, 有一间低矮的小屋, 里面住着一个孤独的老人, 他无儿无女, 一人开个小店过活。 每天早晨, 孩子们上学的时候, 他都守在小店门口, 望着孩子们发呆。 从他的小店到学校, 还有好几里路, 孩子们走到他门口时, 脸都冻得通红通红。 他们来小店买些小食品, 顺便烤烤火, 然后就去学校了。 但是有一个孩子从未进来过, 他每天都怯生生地站在门口, 看着老人, 仿佛在说, 我能进去烤烤火吗? 老人递给他一个棒棒糖, 快进来吧, 孩子! 我不要, 我没有钱! 不要你的钱! 老人把他那温暖的大手 在孩子的脸上抚摸了一下。 老人的轻轻一摸, 竟然使孩子阴阴哭了起来。 老人问, 你哭什么? 孩子告诉老人, 自从妈妈死了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感觉到这样一双温暖的手了。 他遇到的手都是冷的, 硬的, 那些手给他的不是温柔的爱抚, 而是粗暴的打击。 后来, 那孩子长大成人了, 他非常感激那位业以作骨的老人, 他说, 如果不是那双温暖的手, 现在连我的手也会变冷变硬的。 那样的孩子很多, 那样的大人却很少, 特别是有着那样一双温暖的手的大人。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每张纸都是一个孩子。 我认识一位画家, 他不仅画迹炉火纯青, 作画的态度也十分, 他画画从来都是一挥而就, 从不画错一笔。 自然, 比起别的画家来, 他画得比较慢一些, 在下笔以前, 总是反复酝酿, 反复构思, 直到完全成熟, 这才下笔。 我问他, 你为什么画得那么慢呢? 凭你的功力, 完全可以画得更快一些啊。 他说, 画得太快了, 容易出错。 我反驳他, 错了还可以重新改过啊。 他说, 纸上的错误有机会修改, 但是对于孩子犯的错误, 却无法修改, 因为我们的错误, 已经在他心灵中形成了一声 无法抹去的痕迹。 我有些奇怪, 明明是在谈话话, 怎么又扯到了孩子? 画家说, 在我眼里, 每一张纸都是一个纯洁无辜的孩子。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侵略者, 父亲带着他的儿子出去骑马野吹。 由于跑得太快, 在一片丛林中, 马腿被枯藤缠住了, 他一下跌倒在地, 那个十来岁的孩子也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孩子哭喊道, 爸爸扶我一下。 一直走在前面的英雄回头看了一下, 他并没有急着扑了过去, 而是静静观察, 发现儿子和马病无大的危险, 只是受了些皮肉小伤, 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甚至连马都没有下, 就对儿子叫道, 你要是我的儿子, 你就能自己站起来。 爱一个人不是给予他无限多, 而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把他最需要的给他。 他太多, 无异于侵犯他, 剥夺他自强自立的能力。 当我们陶醉于自己对孩子涌泉一样, 鼓鼓不绝的爱心之时, 应该好好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在浑然不觉中, 充当了一个侵略者的角色。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sie陪您阅读。 爸爸受罚。 我去拜访一位朋友, 当我按响门铃时, 朋友的妻子来开门, 除了他, 屋里再无他人。 我在沙发上, 坐下问他, 孩子呢? 他说, 因为犯了错误, 在卫生间罚站。 我又问他我的朋友在哪里? 他说也罚站呢。 说着, 他向阳台指了指。 我看到阳台上朋友站得笔挺笔挺, 那副神情, 婉然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 让人忍俊不禁。 你犯什么错误了? 我走到阳台上好奇地问他, 儿子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这位父亲微笑着说, 这怎么可以昏违一谈呢? 我感到有些好笑。 我虽然没有直接犯错, 但也有责任, 我未能避免和减轻他的错误, 如果现在不及时惩罚, 我可能会将错就错, 以后, 我可能会让他犯下更大错误, 那时候,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zi陪您阅读 迷宫游戏 老师给孩子们每人发了一张画有迷宫的画片, 让他们一起做迷宫游戏, 看谁最先用铅笔画出一条走出迷宫的路线。 多数孩子都左冲右突, 很久无法找到出路。 只有一个孩子例外, 在别的孩子还在苦苦摸索的时候, 他已经准确地找到了走出迷宫的道路, 并把它画了出来。 再给他画一张画片, 结果还是一样, 他的速度快无出奇。 老师问他, 为什么画得这么快? 这个孩子说, 大家顺着画, 我倒着画。 既然是游戏, 必然就有走出去的道路。 顺着画, 道路有无数条, 没守成规, 根本无法在极短的时间里, 从众多道路中找到那唯一的一条。 倒着从出口处往回画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能走通的路往往只有一条, 即使中间偶尔出现岔路, 也不会偏离正路太远。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每个人都是天才。 人们都说他有点石成金之术, 便废为保之力,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无论多么顽劣, 多么笨拙的孩子, 只要经他点话, 都会脱胎换骨。 同事问他, 你用什么办法使那些自卑的学生不自卑, 骄傲的学生不自傲? 是不是有什么诊中秘籍, 没有公开? 老师说, 我哪里有什么秘籍? 我只说一句话就足够了。 同事问, 哪句话? 每个人都是天才。 这话有什么新鲜? 对于自卑的孩子, 我说每个人都是天才, 所以你不必自卑。 对于自傲的孩子, 我说每个人都是天才, 所以你也不必自傲。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穿越人们的冷眼。 长跑比赛中, 一个少年落在了最后。 他几次都觉得坚持不下来, 想打退堂鼓, 但是回头往观众那边一看, 他就获得了自信与力量。 观众中站着他的母亲, 虽然多数观众对他面露讥笑, 但是母亲却一直用鼓励的目光注视着他。 在关键的时候, 一个人不需要全世界的喝彩, 仅仅这么一道鼓励的目光注视着就足够了。 少年比其他人晚了十几分钟到达终点。 虽然在十几名选手中, 少年只跑了个倒数第一, 但母亲还是送给他一束鲜花, 好儿子, 祝贺你, 你成功地穿越了人们的冷眼。 他这样说的时候, 脸上洋溢着天使一样的光辉。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难题, 学校又要进行要考试了。 今天的试题比哪一天的都难, 远远超过了孩子们的学习进度。 面对试卷, 绝大多数孩子全都傻眼了, 成绩下来, 自然他们全是零分。 然而有一个孩子却获得了满分。 老师和同学都非常惊讶, 因为平时的学习, 这个孩子并不显山露水, 最多也就是个中等水平。 老师让他解释, 今天取得如此成绩的原因, 孩子站起来说, 其实我也答不上来, 我想先让自己的脑子放松下来, 我把卷子翻过来, 想不到答案就印在背面, 我招猫画虎地抄下来, 自然就考了一百分。 对他的回答, 老师非常满意, 大家都应该记住这次考试, 凡事都应该看到他的反面。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母亲,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子, 村子里住着一二百户人。 这天, 最穷的那家人生了一个儿子。 这孩子给母亲带来了无限的喜悦。 生这么一个儿子, 怎么养得大呀? 众人担心地问道。 母亲淡淡一笑。 他省吃俭用, 尽量不让儿子受到饥寒和愚昧的侵袭。 孩子越长越高, 终于, 他可以上中学了。 众人又担心地问, 让他上学花冤往前有什么用? 还不想办法攒钱, 不然将来娶媳妇都成问题。 母亲仍然淡淡一笑。 多年以后, 村里的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位儿子。 我们当年就说呢, 你儿子最有出息了。 众人说道。 母亲仍旧淡淡一笑。 我敬佩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不仅仅因为, 她是我的母亲。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赞扬。 有两个学生, 一个聪明, 一个笨拙。 虽然他们学习一样努力, 但学习成绩却相差很大。 然而老师表扬笨孩子的次数, 却比表扬聪明孩子的次数多。 聪明的孩子自然会抱怨。 老师说, 如果不表扬他, 他会更笨, 进步更慢, 那样, 我岂不成了最笨的老师了吗? 假如你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赏识和赞扬, 千万不要气馁。 因为你可能就是那个聪明的孩子, 你受到的赞扬少, 得到的掌声小, 也许恰恰说明你比别人更优秀, 而优秀的人对赞扬的依赖性应该更小。 要知道, 赞扬有时候是对强者的奖励, 有时候却是对弱者的救济。 而一个富有的人, 是用不着别人救济的。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饭朱的生意。 花了一整年时间, 养猪人总算辛辛苦苦把那几口猪养大了。 到了出栏的时候, 他拼命给猪喂食、 喝水。 由于猪的食量极大, 所以, 这么突击喂一次, 猪的体重会激增十几斤, 拉到市场上, 自然能多卖十几斤的价钱。 然而, 弄巧乘桌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有时候因为路途遥远, 或者车在路上抛锚, 猪在半路上就把喝下去的水排泄出来, 养猪人的如意算盘自然落空。 即使买猪人被他蒙混过关, 但拉回家不久, 猪还是会把突击喝下去的水排出来的。 那个坏良心的卖猪人自然免不了挨骂。 十几年前, 当我经过激烈的高考角逐, 终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想起不久前刚刚考过的试题, 自己已经忘了个一干二净的时候, 忽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哀而荒谬的联想, 又一笔卖猪的生意成交了。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你阅读, 一个人就是一所学校。 他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 也是这所学校唯一的一位校长。 从三十年前创办这所学校开始, 他就兢兢业业工作, 为孩子们付出了多少心血。 他确实可称得逃离满天下了。 他的学生天南海外, 各行各业都有, 其中不乏杰出知识。 学校三十年校庆的时候, 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都带着厚礼, 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母校祝寿。 他们有的是文化名流, 有的是商界大亨, 有的是政坛新秀。 其中有一位如今已是一所著名大学教授的学生, 给校长带来的礼物是双份的。 白发苍苍的老校长有些纳闷, 你为什么要比别人多给学校一份礼物呢? 因为你开了两所学校, 教授答道。 老校长非常奇怪, 因为三十年以来, 他只在这所学校里当校长啊。 教授说, 你还开了另一所学校, 这所学校就在我的心里, 你让我学会了自己教育自己。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猎人和猎狗 有一个猎人灌尸镖枪, 只要网出一头, 百发百中。 猎人还养了一只矫健无比的猎狗, 每当出去打猎, 他总是把他带在身边。 时间一长, 猎狗就觉得有些不公平。 猎狗开始提意见, 我鼻子尖, 眼睛好, 跑得快, 打猎的时候, 我总是最先发现猎物, 命中猎物以后, 又是我一马当仙, 把他拖了回来, 遇到危险, 还是我给你发出紧急警报。 可为什么你住屋里, 我睡院里, 你吃肥肉, 我啃骨头。 猎人说, 那是因为我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不同。 我学习的, 是怎么往处扔, 你学习的, 却是怎么往回减。 会减不是真正的学习, 会扔才是。 扔的越多, 得到的越多, 减的越多, 得到的越少。 对于书本上的知识, 我们需要向猎人学习, 对于书本以外的知识, 我们更需要向猎人学习。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蝴蝶 我经常去朋友家, 一见我来, 他们就忙上忙下, 张罗着给我做菜。 这样麻烦人家, 我也不好意思。 这天, 我去的时候, 特意买了一条鲤鱼, 我想给他们做个自己最拿手的酸菜鱼。 平时做鱼, 我习惯把鱼切成段, 把鱼尾巴扔掉, 因为尾巴上没什么肉, 而且刺多, 吃起来很是费事。 我在厨房里把鱼切好, 刚想扔掉鱼尾, 朋友的女儿拦住了我, 叔叔别扔, 给我留着。 我说, 你要鱼尾巴干吗? 你爱吃? 他说, 那不是鱼尾巴, 那是一只漂亮的蝴蝶。 说着, 他一边把我带到客厅, 他的手向窗户上指了指, 我发现, 窗玻璃上贴着几只鱼尾巴做成的蝴蝶, 它们五颜六色, 姿态各异。 虽然现在还是寒气逼人的龙冬, 但看到那些翩然飞翔的蝴蝶, 我仿佛置身于阳春三月。 当繁忙的生活麻木了我们的神经, 使我们对于身边的美是弱无睹的时候, 真该好好向孩子学习, 他们的眼睛比我们大人更容易发现美, 他们的双手也比我们大人更容易创造美。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zi陪您阅读, 不会骄傲的树。 有一棵与众不同的树种, 被选了出来, 要种在一片荒漠的土地上。 多么优秀的一棵树种啊, 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人们赞美道, 我只是一棵树种而已, 还没有资格骄傲。 树种小声地说, 树种发芽了, 它长势十分良好, 龙冬酷暑, 狂风暴雨, 但是都不能摧毁它。 多么坚强的一棵小树啊, 你应该为你自己骄傲。 人们赞美道, 我还只是一棵小树, 没有勇气骄傲。 小树轻生地说, 小树长大了, 它枝繁叶茂, 高入云端。 多么高大的一棵树啊, 你应该为此骄傲。 人们赞美道, 我已经是一棵大树了, 没有必要骄傲。 大树无声地说,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zi陪您阅读。 胸无大志, 人们都爱在林荫道上沉练, 有的跑步, 有的做操。 人们经常看见一个主双拐的男子, 热情地为人们指点。 对于他的古道热肠, 大家非常感激。 他曾经是一位运动健将, 还在一些大型比赛中获得过冠军。 由于一次比赛, 不慎他摔伤了腿, 转了许多医院都没有治好, 就落下了这么个病根。 他无法重返赛场, 却把自己的远大理想寄托于林荫道上。 指点人们跑步。 有一天, 他看到了一个晨跑的少年。 喂! 他叫住了那个少年, 你这样, 跑是不对的, 这样跑不快, 姿势也并不优美。 他头头是道地说了起来。 少年说, 是吗? 我跑步没有别的目的, 我不想跑得快, 也不想跑得美, 我跑步只是为了自己消遣, 不是为了让任何人夸我的姿势好看, 更不是为了参加比赛。 前运动健将满脸不屑, 然而你这样永远当不了冠军。 少年答道, 我也没想过当什么冠军。 你就继续指点冠军, 培养冠军吧。 你是当过冠军, 然而你摔伤了腿, 现在连路都走不成了。 我不想当冠军, 但我却是一个健康人。 那些热衷于为他人指点道路, 设计人生的人们, 都跟这位曾经的冠军相似。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zi陪您阅读。 木棍游戏。 河滩上有一位老人, 在玩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游戏。 他把两根木棍斜斜地织在一起, 织成圆规状。 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游戏, 两根木棍织在一起无所依托, 稍不留神就会倒下。 然而老人却玩得轻车熟路。 一个青年被老人吸引住了, 他也跃跃欲试, 老人答应了他。 但任凭他怎么努力, 两根木棍就是无法织在一起, 他织的木棍连15秒都立不住。 为什么你织得那样轻松, 而我织得这样费力? 青年好奇地问。 老人说, 那是因为你不懂得人与人之间应该适当依赖的缘故。 你看, 这两根木棍织在一起, 就是一个人字。 它们中的任何一根, 都不能孤立地竖起来, 只有互相依靠才能立住。 但是, 假如, 它们相互靠得过紧, 重心不稳, 也是立不住的, 同样不能成为人字。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zi陪您阅读。 理想。 一群小学生在举行新年联欢会, 老师让大家谈谈自己的理想。 同学们高谈阔论, 气氛十分热烈。 最后, 轮到一个害羞的孩子, 他半天不说话。 在大家的鼓励上, 他才站了起来, 我, 我想开一个商场。 你准备怎样经营自己的商场? 老师问他。 假如我当经理, 我一定铺上防滑地板, 来买东西的顾客再也不会摔倒了。 其他孩子的理想是什么, 我都忘记了。 然而, 这个孩子的理想却让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想, 不管他的理想能不能实现, 能有这样一颗温柔细腻的爱心, 就已经足够足够了。 那些大而无当, 哗众取宠的理想, 迟早都会破灭, 但是这样一颗爱心, 却是不会破灭的。 因为这是一颗能使陌生人感觉到方便, 感觉到温暖的心。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可耻的奖金。 结冰的河面上, 一个大人带着一对孩子在行进。 大人是老师, 孩子则是他的学生。 他们刚刚参加完课外劳动, 正要回家。 在离他们二百米的地方, 有一座桥。 春、夏、秋三个季节, 人们都从桥上过河, 但现在是冬天, 为了省路, 大家都习惯从冰面上穿过去。 刚走到中途, 突然一个孩子大叫一声, 不好, 冰裂了一道缝。 老师过去看了看, 发现那道冰缝非常细, 只有筷子那么细, 他不耐烦地说道, 胆小鬼, 怕什么? 我们走了几十年, 冰裂是常有的事。 得到了老师的鼓励, 孩子们放心大胆地往下走。 没走几步, 就听喀扎一声, 刚才那道细细的冰缝, 变得足有二尺宽, 刚好走在冰缝上的五个孩子落水了。 见此情景, 老师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奋力打捞, 五个学生全部脱险了。 然而, 老师由于体力消耗太大, 再也没能上来。 这位老师被人们当成了英雄, 学校和线上吉利宣传他的英雄事迹, 还专门为他申请建议勇为奖金。 此事遭到了一位老者的反对, 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 弥补自己造成的过失, 不算建议勇为, 那只是一个正常人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虽然为救孩子, 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这五个孩子的生命危险, 也是由他亲手造成的。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二人行必有我诗。 亲戚家的小孩想当画家, 他的父母想听听我的意见。 从这孩子画的, 几只似是而非的小动物上, 我实在看不出, 他有多少美术天赋。 他根本不适合当一个画家。 小孩不服气, 就跟我据理力争。 我不耐烦地说, 别跟我争了, 孩子, 我经过的事你想都无法想象, 我喝过的酒比你喝过的水都多,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孩子反驳道, 我承认你阅历丰富,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喝过的酒都是假酒, 你吃过的盐都没有加点。 孩子的反驳, 让我无言以对。 孔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施烟。 我把这话改了一下, 二人行, 必有我施。 习惯了一成不变生活的成年人, 更应该以孩子为事, 哪怕他只是一个, 缺乏所谓, 天赋的孩子。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你永远拔不起一棵树。 有一个孩子, 特别喜欢爬树, 无论树干多么高大, 无论树皮多么光滑, 他总是能轻而易举爬了上去。 爬遍了村里所有的树以后, 他就有些狂妄, 觉得自己既然能爬到树上, 也应该能把树拔起来。 他摆开架式, 准备一盏雄姿。 但是任凭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那些树还是纹丝不动, 哪怕一棵最小的树苗, 他也拔不起来。 他非常不解。 正在这时, 一位老人走过来了, 他笑着说, 孩子, 不要徒劳了, 你永远拔不起一棵树的, 每一棵树其实都是两棵树。 像上涨的那一棵, 你看见了, 并且轻而易举地爬了上去。 像下涨的树根, 是另一棵树。 棵树, 你 却没有看见。 作为一棵树, 向下涨的越深, 向上涨的就越高。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少年的理想。 语文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道作文题, 我的理想。 大多数孩子都用一两千字的篇幅展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说自己长大以后要为人类做出如何如何大的贡献之类, 他们都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只有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受到了批评, 他基本上是个凶无大志, 没出息的孩子, 因为在这篇作文里面, 他的全部理想也只是想做个普通人。 他说, 长大后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并让父母过上幸福的生活就非常不错了。 许多年过去了, 这群学生都长大成人。 有一天, 他们和当年的那位语文老师聚到了一起。 回忆过去, 对照现在, 大家感慨万端。 那个励志做普通人的孩子, 做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人, 那些励志成就一番宏伟事业的同学们, 也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大家都是普通人。 这一次, 已经白发苍苍的语文老师, 表扬了自己当年批评过的那个学生。 我这些年叫过无数学生, 他们都曾有过许多伟大的理想, 但没有一个人将他们变为现实, 只有你, 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自知之明。 在一个贫困封闭的山村里, 有一个不愿继续贫困和封闭下去的孩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听到一个从远方来的过路人, 谈起了城市, 于是心中萌生了到城市去的念头。 哥哥对她嗤之以鼻, 你要有自知之明。 孩子说, 我要到海边去。 哥哥苦口婆心, 咱们祖祖辈辈都在大山里生活, 就你好高骛远, 人贵有自知之明, 你却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孩子将信将疑, 幸亏她年纪还小, 还没养成啥话都听得习惯。 孩子在慢慢长大, 当她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走出去的时候, 她告别了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小村。 历尽艰辛, 她终于来到了城市, 历尽更多的艰辛, 她又见到了大海。 她去了许多梦里去过的地方, 还去了梦里没有去过的地方。 而劝她要有自知之明的哥哥, 却像她的父辈一样, 老死在贫困的村子里, 致死她都没有见过城市和大海。 知道自己有多么伟大, 多么独特, 多么独一无二, 这是最起码的自知之明。 可惜, 人们往往把 自知之明这个成语的意思理解反了。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最好的老师, 一位逃离满天下的优秀教师 回忆自己出职教编的时候, 百感交集。 她说, 那时候她对于做一名教师 心里非常没底, 要不是同事们的激将法, 她是绝对不敢走上讲台的。 她硬着头皮, 讲起话来结结巴巴。 但是, 当她看到班上有个小女孩 一直对她投以赞许和鼓励的微笑后, 心里马上踏实了下来。 慢慢地, 她讲得比自己原来 所能想象的最佳状态都要好。 第二天, 她发现自己的讲台抽屉里 多了一盒磁带, 拿回去一听, 全是同学们七嘴八舌的声音, 我们相信你, 你是最好的老师。 孩子们都这样鼓励她。 以后每当信心不足的时候, 她都把那盒磁带翻出来听。 这盒磁带, 她一直珍藏了几十年。 学生需要老师的鼓励, 反过来, 老师也需要学生的鼓励。 鼓励是每一个人都必不可少的空气、 阳光和水。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商业奇才。 有一个11岁的孩子特别喜欢电子游戏, 她不仅自己玩起来费寝忘食, 而且还把那些家里没电脑的孩子带到家里来。 父母甚至奇怪, 这个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慢慢地他们发现, 孩子跟家里要零花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细细盘问, 才知道她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家里变成了电子游戏厅, 她向那些来家里玩游戏的孩子们收费。 父母非常震惊, 小小年纪, 怎么就这么爱财? 他们警告她, 不准再带小伙伴们来玩, 更不准向他们收钱。 对于他们的三令五身, 孩子一直扬奉阴违。 父母只好把此事反映到班主任那里, 希望班主任来管管这个孩子。 然而, 班主任的看法让他们大跌眼镜, 如果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偏见, 这个孩子确实是不可救药了。 不过, 假如换一个角度, 结论却未必如此。 你觉得他身上有许多缺陷, 但他却是班上几十个孩子中最有威信, 最有领导才能的一个。 你们只从他身上看到了他的贪玩, 他的贪财, 我却从他身上看到了他自食其力的志向, 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商业奇才。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sie陪您阅读。 作弊。 在一次考试之后, 班主任把几个作弊的学生留下来罚站。 他还打电话把学生家长全都叫了过来。 在得知孩子们的作弊行为后, 家长们非常气愤。 小时候就这样弄虚作假, 长大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老师和家长准备了一肚子的道理, 准备向孩子们喷射过去。 偶然路过的校长看到这一情况, 非常同情。 他说, 你们哪一个小时候考试没有作过弊? 哪一个长大工作后没有作过弊? 你们也从作弊中走了过来, 都能为人父母, 为人师表。 为什么要这样轻而易举地断言作弊的孩子们长大后没出息呢? 别人可以容忍你们作弊,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孩子们作弊呢? 作弊, 是应试教育的必然产物。 把低劣的试卷和表面的分数当成唯一的标准, 以此来武断地检验和评判学生的素质。 这本身就是一种弄虚作假。 五分钟改变一生, Suzi陪您阅读。 偶然 男的掌声 在全线中学生歌勇比赛的尾声, 一个腼腆的男孩登上了舞台。 也许是他心理素质不好, 也许是他唱得实在平庸, 当那支三分钟的歌曲唱完以后, 台下没有任何反应, 连一声鼓掌都没有。 男孩的心沉入了无边的兵鼓, 连一个给我鼓掌的都没有。 我发誓, 以后永远不再唱歌。 正当男孩灰心丧气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台下有人在为他鼓掌, 那一声非常响亮。 他向掌声传出的那个角落看去, 一个男人将双手举得高高的。 男孩期待着他继续鼓掌, 但是他失望了, 那个男人的手很快放了下去。 虽然那个男人只为他鼓了一下掌, 也足以令他终身难忘了。 男孩记住了那个男子的面貌特征, 并辗转打听到了他的住址。 他暗下决心, 哪怕只是为了这一声鼓掌, 也要好好唱下去。 十年后, 已经成为著名歌唱家的男孩, 回到了故乡小城。 为了报答当年为自己鼓掌的那个男人, 他买了一份厚礼, 登门拜访。 我能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离不开您当年的鼓励和支持, 您无法想象, 您的那声掌声, 对一个失败的男孩来说, 有多么重要。 歌唱家气不成声。 那个男人淡淡地说, 其实我什么也没做, 那天, 正好有一只蚊子从我眼前飞, 我举起手, 是为了打蚊子。 五分钟改变一生, 苏西陪您阅读。 老师的礼物。 老师得了癌症, 经医院诊断, 他的生命只能延续两个月。 临终前他什么事都不能做, 他甚至无力过问孩子们的学习, 但他还是硬撑起病弱的身子, 给班上的每一个孩子写信。 信写完的那天, 他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追到会上, 孩子们都来了, 校长把老师给他们的信发给他们。 他们回去, 打开信一看, 顿时,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从小到大, 他们受到的不是大人的冷漠, 就是大人的责骂, 从来没有人这样高地评价过他们。 孩子们都有一颗纯洁的心灵, 他们不愿意辜负任何人, 更不愿意辜负一位死者的期望。 假如辜负了死者, 他们会永远不得安宁的。 于是大家发奋努力, 多年以后, 他们都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大家重新聚在了一起, 谈起当年那封信, 他们感慨万端。 老师在信上逐一分析了个人的特点, 并对症下药地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那些信都以这样的句子结束, 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天地因你而广阔, 宇宙因你而美丽。 我一生最大的成功, 就是能有你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 好啦,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Suzi Channel的朋友, 点击、订阅、 关注、 分享、 转发 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咱们下次再见。